今天带你们参观一下山东里老板的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车间 师傅正在用产车净料 眼前大量的废弃木板 建筑木板 先到破碎机中进行破碎 这台设备破碎时产能达8吨 再传送到粉碎机中进行粉碎 出来直接就是锯末 整个车间看不到一点粉尘 除尘设备一定安装到位 接下来是烘干的过程 原材料可能水分太高 不易直接致力 眼前这个滚筒烘干机必不可少 过多的水分或者水分太少都会影响到颗粒成型 最后就是颗粒机 通过螺旋输送将锯末送到颗粒机挤压成型 眼前颗粒机为580型最新一代 一台设备时产两吨 我们看一下出料质量也是没毛病 五台颗粒机同时工作 时产近十吨 李老板用这一套生产线一天得赚多少钱 大家可以猜猜看 也欢迎评论区留言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